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 南抹第三世多结枪佛说法 戒心经说真谛 第三世多结枪佛说法 戒心经说真谛 今天是最吉祥殊胜的日子 大年初一 现在正式开始说法了 说什么法呢 是借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来讲真正的解脱真谛 也就是由我来借此心经说解脱的真谛 那么在未说解脱真谛之前 我先给大家讲几句 在座的同学们 你们都是非常善良 在佛法上是很有根基的人 那么从事法上来说 至少对社会是有公义的人 所以今天大家坐在一起 这是善缘和合的法洗 你们的福报啊 你们在座的 你们在座的有人类 还有其他的生物 但是你们都不知道 人是怎么一回事 世界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你们被迷了 迷昏的你 就不明了 宇宙又是怎么一回事 这些与人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有众生 为什么有我 一切生命与大自然 为什么活生生在我们面前 一切的一切相互之间 是怎么回事 我是怎么一回事 众生 心 佛 宇宙的真谛是什么 等听完我给同学们 说法圆满后 你们就会明白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为什么会有生生死死的无常 为什么有不生不死的本体 而我们依法完全可以把生死痛苦 转换为不生不灭的福乐 为了众生永恒不灭的常乐 我就借用心经来说真谛 给你们一个解脱成圣 生活在永恒幸福的机会 我在为正式说法之前 首先阐明一下我的观点 我的观点是 作为一个人来说 不管从什么角度 要把佛法学好 首先得做好人 如果人没有做好 没有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 善良一面的本质啊 应该从善去罪的话 谈学佛法是一个空谈 但是我们要把人做好 到底要做些什么呢 我以前也给大家讲过 最重要的是要放下我们的自私心 首先要放下自私心 才能真正断得了我执 断不了就入不了圣境 这是必须的 说简单一点 至少要助人为乐 要知道怎样不违反法律 热爱人们 热爱全世界的人 和一切众生 总的一句 就是要做好世间上的好人 只要是人人都说 嗯 这个人不错了 真是大功无私 境界高 是值得学习的一个好人 那么 由此进入学佛法 就有基础了 这就是我的最基本的观点 是要求同学们 必须要做的事情 为了说正题 就不要扯远了 既然说到 要借用心经来说法 我们就要讲经的关系 我随文理借心经 来给大家说 如何解脱的真谛 这一次说借心经说真谛 牵涉到几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 牵涉到在座的水平 参差不一 有很高的 也有很低的 所以说 为了善巧开示大家 在讲到某些法句上的时候 有重复 来回 叠转运行的这么一个说法 把它说简单一点 就是这一段没有误 在下一段 也许你就误了 你就会随不同的说法 相应缘起 明白道理 因此说 重复的地方 也得要细致的听 尤其是牵涉到般若 牵涉到不二法门的道理 牵涉到宇宙人生的这个忘我 忘法 法我皆空的这么一个真谛境界 里面就只拿大步般若来说 都是六百卷 所以叠去叠来 来回跌宕的道理有很多 目的是起到灌输应激的作用 大家不要嫌烦躁 要明白是在给你灌输 灌输啊 这是心经中没有表达的解脱大法 我会在这一次法会中 为你们说透彻 但是为了给大家节约时间 尽量的以简略法给大家说 但尽管如此 据我估计啊 还是要说二十天多吧 心经虽然不长 但借经之文 阐明真谛就长了啊 如果要说长就要说好几年了 今后有机会再说 为什么不用高深文学哲理演讲法呢 不是我不给你们讲 因为讲了你们听不懂 这必须要中文哲学的教授博士 才有可能听得懂的 如果说深了就不能立生了 那叫卖弄学问 高深的讲法是我的专长 因为我少小之年 就是念古文学哲学的 也许大家不相信 我现在来做一示范 用高深的文学 这里讲一小段 讲空性给你们听吧 对于高庙深广的 这一小段哲理文句 你们很难听懂的 好了 注意听吧 空性存在于 俗地事项的一体性 在课程上相对缘起而结成 生灭万变事物的本质现象 灵与形象达其中 这是无可非议的两缘飞跃实质所在 实际上在限量已知静之中 是感官表层的未尽领略 而索取并不是实相当下 一成不变的存在体 是众生之运患所生的 有情本质力显所得 即能所造作为心所生之质 是五运中相对的缘起现象而立体表法 实际课程中所见者为假有空患 实相中一无所有 是任妄为真之表带 假有所立之相 这正是一切缘生合合所生法源 出现世相的本因 构成货叶种子而所印的 色生香味触法六成 由此我们得知 是六根对尘而招致的 变异不定性过患 于真空地中 货叶种子的实在性 完全不存在刻尘的实体性 是表端的直觉 落着于假有的 笔量现件中使然 所以世相刻尘 恰恰是必然的 假象主观之虚妄 而染生于六根对尘的结果 终归定义是在客观本质中 不成立的患有 由此法理一成得知 世相万有的一切 生命物质与精神灵食 当下无自信 故于本质而立于客尘所在 由是万法无自信存在于 客尘之圣异地 而它绝不是主观思维 假力的词造 由此了解 佛陀三身四智所具之圆满性是本然的 其实智对众生而言是本有的 但有别于未证者于迷中 因此我们不难了解 空性与世相 在一般未知者的感官当中 是课程上两缘运玄的异端 体认空性的本质 是未济涅槃的国 任世相为无谦空性 独立无常的现实观 把空性与现见的有为认知 分割为不是一体的本质 而是两端对立的 异化界所显立的各具之特质 迷糊颠色的因果逻辑 导使之入于唯物凡见 落着于达观的理念 在飞越迷糊的逻辑上 纠叛锁定 阿赖耶的妄险 自然解读为 常见之实体 来否决万有无常的本质 这是众生的惯性特质 这是俗人于未知尽致的 所知杖上的错谬 而相对了绝者的认知 其知空不爱其有 得有不妨其空 没有离开有为的空 而成立于现实见 于限量中极空的当体 便是跟臣所对立之患 由此见到 则认出圣异地 为空有实质性刻成的 两缘无碍相依附存 借着于世俗地与圣异地的 二缘一体性 因此觉醒未知静之中 虽然限量二微交叉 与比量中 其空色本就是 一地之见地存在的 客观相对真理 为此了解 众生的本质 与佛性的一体性 即是空性所在之真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